男孩站在冰面突然掉落 他在水里挣扎 可迟迟找不到出口 直面死亡激发了他的潜力 男孩竟带着湖水 顺移到了图书馆 他对眼前一幕不可置信 男孩湿漉漉地回到家 面对酗酒父亲的辱骂指责 男孩心烦意乱 就在父亲破门而入室 情急之下的男孩 竟又回到了图书馆 此刻他才意识到 自己拥有了顺移的能力 这时发现紧锁的图书馆大门 只见男孩双手 他又回到了家里 拥有超能力的男孩 决定离开糟糕的父亲 男孩用仅有的钱租了一间房 接着就来到银行门口 他以借卫生间为友 进到银行开始观察 晚上就拿上工具和袋子 顺移到银行金库内 看着眼前成对的超谎 男孩已经压不住内心的喜悦了 接着开始用袋子装钱 发现袋子太小了 又顺移到房子换个大袋子 这样几个来回 直到钞票铺满房间 男孩才心满意足地停下来 女护工关掉氧气阀 接着再用手掐住氧气管 她无视病人的呼救 就这样看着病人痛苦挣扎 她丝毫没有松手的意思 脸上露出了邪恶的笑容 最后病人因缺乏氧气 彻底昏死过去 女护工这才满意地松手 接着她用手试探病人的脉搏 确定已经没有了呼吸 她才心满意足地离开 可开门出去后 女人立刻换了一副面膏 开始大声呼救 一切似乎都在她的计划之内 她靠在门上看着医生的抢救 嘴角露出难以掩饰的笑容 这引起了医生的察觉 好在最后通过医生的抢救 病人终于又有了呼吸 女护工的笑容僵住 而女人如此心狠 仅仅只是因为 病人不小心尿在床上 让她换一下床单 她就心生不满想要杀了病人 可现在即使病人醒过来 女人却没有被揭穿 因为病人患了老年痴呆 医生虽然怀疑 但这件事没有证据 只能不了了之 女护工安然无恙地离开 这部电影叫不速之客 感兴趣可以去看原片哦 男人故意用身体挤压女人 这惹怒了女人 她抢过男人手里的面包 砸在她脸上 而女人也因此来到了警局 可没想到的是 警察不但不帮助她 反而还占她的便宜 她用力掰掉男人的手指 之后便离开了警局 回家的路上 看见服务员被顾客刁难 她不敢相信 服务员只是动作慢了一点 顾客辱骂 见顾客正要上车 女人拉住还没关上的车门 女人狠狠地教训了她 晚上女人和男友到餐厅吃饭 男友提出的用餐需求 不断被服务员拒绝 这让男友很尴尬 女人很生气 手已经拿起了刀叉 但为了美好的约会 她到卫生间调整情绪 正好听见服务员在打电话 她是故意刁难男友的 女人不再忍耐 女人的文化 男人扫了 母帽аков 母帽公帽 妹妈 女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